陈宇 你跟那个陈宇根本就 就才见过一次两次面 你就跟他有书有像 但是我每天过去找你 你们关心一下阿尔吧 对对对 我呢 我也需要安全感的 我才第一天没有去找你 你看就跟我说 你看你们家家和你们都放心啊 你们都对我放心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在这边跟阿尔 给他说说阿尔会好起来 我一开始我就不是 我一开始我就不是个什么好人 我一直都是装的 包括对凡哥的好 对凡哥的温柔 所有都是装的 然后你们看一下今天凡哥才走第一天对不对 家里就来了好多好多客人 然后 然后的话 别输了 然后的话 对不对 这么热闹 我不是应该很开心才对吗 是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事 我没哭 我真的人挺好的 你要不要去找一下阿尔 我上去找你吧 你要不要去找一下阿尔 阿尔 找我干什么呀 阿尔 他在找你 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 你在哪里啊 不是我哭什么呀 小雪 我没有哭 你们快关心一下阿尔 阿尔现在可能也很糟糕 我没 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 我没有哭 家里这么多客人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都觉得 哎呀 很好 凡哥走了 所有人都在那里庆祝 对不对 我不是应该很开心才对吗 是不是 我走了 你们家里人要庆祝 是吧 他们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 很高兴才对啊 对不对 你去找一下阿尔吧 我觉得 我真的没事 没事吧 阿尔 你不要难过了 凡哥 我没 真的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阿尔的家人朋友们 你们觉得 去找 让凡哥去找一下阿尔 关心一下阿尔 安慰一下他的家人们 在哪里呢 让凡哥给一点 给一点的动力 让他去找一下 你跟我说你能在哪里 你们认为该去找一下阿尔 安慰一下他的 在直播间 凡哥一 真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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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应不应该去 家里现在这么多人 你们觉得应该去的话 在直播间凡哥一呢 我去的话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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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我也认为应该去 你看那么多人 我真的是 不一样 你们来到时候会 搞得很尴尬 很尴尬 真的不要 应该去的凡哥一 一的家人们 阿尔的家人们 你觉得应该去安慰一下阿尔了 小雪 你这么理智的一个女性 对不对 你什么都懂 你这么 这么就是知书打你的 这么理智的一个女孩子 你知道的 应该不应该来的 现在 知道吧 那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 我现在真的 哎 我觉得我现在心情好难过 我觉得我 我让你们都好难受 我觉得我也不应该 就不应该 我没事 我挺好的 刚刚来的客人又带了吃的 所有人都在笑的乐开了花了都 哎呀阿尔 你不要哭了 你乐乐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搞笑啊 我离开你们要庆祝是吧 我真的 你不要 你现在 他都已经那么深 那么难过了 你为什么还说这么气话 我不是气话 太好玩了 阿尔 要不这样 我来找你好不好 我上去 我上去 我在书舍等你 你吗 你不要去 我上去 我在书舍等你 你们不能去 不要去 不要去 肯定是不能来的 来家里 你看 他们都说应该来 你哪里 你哪里七十人 你哪里七十人 你家里现在人口六七十 我现在家里面六七十人 七大姑八大一的 你邻居的什么人都在 你们来人成什么样子到时候 那你不要伤心了 你不要伤心好不好 你不要伤心了 待会我让凡哥一起来 我不来了 我不来 我不来 我不和凡哥一起来 你们自己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你不要伤心 难过了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挺好的 这样 这样挺好的 你看你都哭成 没有 你是不是因为我在凡哥旁边 不是 不是 肯定不是 小雪你 玩个现在心情这个样子 你在她身边 我真的 我真的会觉得很欣慰 我应该感谢你 你不要说这么气话好不好 我是真心的 希望你们两个好 你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你这样子 你们不要误会小雪 你这样子 那我怎么离开 你说了我离开 你会好好的吗 我真挺好的呀 我现在 你这样子 那我怎么安心的离开 小雪 小雪 你到底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我走也不是 牛也不是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跟你们说我没事 你们怎么就不信了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了 那我不走了 我不走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哭了 你来宿舍等我好不好 你现在你家那么多人 他们一不欢迎我 我去你家肯定不好的 你到宿舍来好不好 你看你们两个 一个说着一个 两个都在说气话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感情 你们会说气话吗 你们不可能说气话 那竟然心里面都那么爱着彼此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小雪 小雪你不爱我说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我都明白的 你明白为什么你还要这样阿尔 阿尔在哭 他是心里面很有你的 不然他哭不出来 这就是女人 他不可能演的 眼泪 眼泪是女人演不出来的 他一定是有情感 有情绪他才会哭得出来的 欢歌 我没哭 你给你找他吧 我真的没哭 真的没哭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什么怎么办 你就盯定自己的初心就好了 该需要更安慰他 该给他保护他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 小雪你不要说太多了 你说这么多根本就没用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 看出来什么 他们你们能够感觉到 是不是小雪 在一直在这里说 凡个的不是 或者说是在那说我的不是 其实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用的 对不对 那你意思就是说 我就不应该来 不应该 不应该参合你们的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小雪 你 他一直说你怎么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回头了 你怎么这么倦了 昨天我都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了 阿尔 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和凡个在一起的吗 他是说我不会回头了 你不会回头 好了 小雪 我是不是回头了 可是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没有哭 小雪已经很努力了 你们这样的话 很显得我这块朋友是多余的 小雪你已经很努力了 你已经尽力了 我尽力 我不需要尽啥你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就好了 我不希望你们两个去因为冲动 做错了让你们自己以后后悔的事情 知道吗阿尔 我只有这一点出心 好了我现在家里人很多 那个全部人都是因我而来的 因为我而来到家里了 然后我就消失 我在我在屋旁边 在路口再给你们按联麦 然后一群人在那里 人呢人呢 然后一群人在那里又是干杯 又是聊天又是嘻嘻哈哈又是啥的 我自己一个人这样躲起来 我感觉真的 阿尔你不要哭了 阿尔你不要哭了 哎呀凡哥你去阿尔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你为什么在现在 你还都还无动于衷的坐在这 你要干嘛 我都已经决定了 你决定啥你决定 那阿尔为了你承担那么多压力的时候 你在干嘛 你做一个男人你在干嘛 方方 他现在哭成这样你在干嘛 你求死方方没事 方方没有事 我真的人挺好的 他都能看得出来的 我们俩没有办法了 我们俩都 我真的是不想跟你说话了 真的是 我们俩都不能违逆 我们没有办法了 你自己听 你自己听一下阿尔 他现在的声音 他在干嘛 他很伤心很难过 而你在干嘛 你做一个男人你在干嘛 你还想让他坚定的选择你 你是怎么做的 小雪你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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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 阿尔你不要伤心了 凡哥你真的在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是 我真的开不下去了 我觉得你真的是 你在哪里 阿尔 我上去找了你 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到时候 你能不能像一个男女 一群人跟你起哄 然后 然后一群人一起 一起起哄 要赶你走到时候 你怎么办 然后我又怎么办 我跟家人怎么处 我 不是我给你住了一个宿舍吗 而且我一个人的话 我也救不了你的 我不是给你住了宿舍吗 你拿宿舍等我吗 我进你下来好不好 小雪也在 小雪也在 你可以跟小雪一起 你不要上来 你不要上来 我现在都在这边待这么久了 一会儿他们会再过来 你们你没有听到 刚刚我表哥都在那里说 什么什么的吗 对不对 我上去找你 他说了我一大多 我去找阿尔 就是我们去找 你不见见了吗 就没有给 今天还没有给主播 那灯牌在这里 给你们说一遍 点个关注 我去找阿尔了哈 你们不要来 你们不要来 我现在去找阿尔了哈 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去找阿尔了 你们现在还没有给主播链灯牌的 给主播链的灯牌 我准备下了哈 然后我去找阿尔了哈 你说什么 我到底 我上去找你的哈 我们 明天再开吧 明天再开 给 明天再给大家开播 现在我家里 我家里面人很多很多 我去宿舍等你 你不要伤心了 我让凡子 凡子他自己会来找你的 你不要伤心了 你不要哭了 二家的朋友 你们觉得凡子 不要上来 你不要下来 凡哥你不要下来 如果 其实 好不好 小雪 小雪 让他去 小雪 你先小雪 找阿尔去安慰一下他 让阿尔不要胡思亂想 小雪 你先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我现在家里这么多人 然后凡哥肯定是不能过来的 凡哥过来 然后他们要拖走凡哥 或者说是跟凡哥起争执 然后一群人这么围着凡哥 对吧 那我怎么办 我到时候我劝也劝不开 那我怎么办 我不劝又不是 我劝又不是 我让我也怎么又面对家人 怎么面对凡哥 如果实在实在没办法 实在要来实在担心 我实在要来的话 就小雪来吧 还有一个就是小雪也不用过来 现在家里的群是我的家人 他们乐开花了在那里乐呵呵的 根本就不会 要不这样阿尔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就是我和凡哥现在这样 我们来找你 如果你不想见凡哥 你见一下我好不好 我们 不是小雪 我们就在外面聊一下 就安慰一下你 然后我们就走好不好 好不好 我的家人 全部都是我的亲戚 我的家人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 现在高兴都乐开花了 但是如果说你们觉得 我们只是想 我只是想让凡哥他来安慰一下你 让你不要伤心了 不要难过了 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来找你 行不行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来找你 然后你就和凡哥见一面 见一面 你们就 你就回家 然后凡哥就走好不好 行 好不好就这样 我们现在来找你 你待会把地址发给凡哥 好不好 小雪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 你们不能 行行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去 我去打个电 我给二人发个圈 不管你来不来 我在宿舍等你 哈 我跟小雪一上去吧 我们在宿舍等你哈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现在家里这么多人 我要是突然消失了 一群人会去宿舍找我的 到时候会找你麻烦 凡哥 哎呦天哪 你怎么都不劝呢 那我 那我那小雪上去找你 那他陪一下你好不好 哈 我没事 家里这么多人 我 他们过来又不是打我的 真的是 你别难过了 我马上就到了 大家呃 在这里左上角 加加粉丝团 不要来不要来 你大家在左上角 加加粉丝团 我准备下部了我去找二了 不要来 大家明天见啊拜拜 拜拜